哈囉 哈囉 歡迎收看 我覺得現在旅行大家很喜歡 但是 藝人旅行大家更喜歡 就是經過BBC他們有一個調查 就是在Google上面 藝人遊的人數比五年前 多了一倍 五倍也非常非常多 然後在Twitter上面呢 標註我們的Solo Travel 也會有超多 大概是成長的有十倍 真的超多人喜歡一個人去旅行 我覺得現在一個人旅行我覺得很棒 除了是...除了年輕人 我真的覺得上班族 我覺得沒有分年紀啦 都非常適合一個人去旅行 因為一個人去旅行你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有不用顧慮另外一半的荷包 然後也不用顧慮小孩要吃什麼 我要往東走就往東走 不用去顧慮人家的心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旅行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常常會有一些意外的小驚喜喔 沒錯沒錯 所以今天好好聊聊 各位一個人旅行到你們國家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所以大家覺得你們國家 會不會推薦大家去一人旅行 你覺得安全嗎 然後它的方便性夠嗎 你覺得適合嗎 我們從日本開始 好 日本是當然很適合一個人旅遊的國家 沒錯 對對對 我自己在日本也常看到一個人外國人 超多 對對對 住日本玩嘛 但是有些地區要小心一點 就是東京的歌舞雞丁 歌舞雞丁 對 那邊就流氓比較多 那大阪的紅燈區 就是這個西城 西城 那邊是就是什麼都有啊 比如說吵架 抽煙 喝酒 喝醉 隨便尿尿 西路 什麼都有嘛 其實不是想像中的日本 對對對 有一點 遊民也很多的地方 所以不小心去那邊 經過那邊的話 那邊然後 聞到不對的味道 就馬上離開就好 或者是看到很多喝醉酒的人 你就趕快走遠一點就好 就遠一點 因為我們的喝醉的樣子 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 連上班子也喝醉的樣子 很可怕 對 就亂來 亂來嘛 所以離開一點這樣子 還有一點 我們呢 我們的旅館 旅館呢 就不會接受一個人的客人 幹嘛 我們還是一個人的客人是還是兩個人的房間 提供給他 效率不好 而且那個和服的服務員就幫忙 你知道嗎 幫忙吃的 然後幫忙那個睡覺 他們都會送到房間 對 但是為了一個人 他們效率不好 所以一個人的和服 他們比較不太 不太接一個人 對 那應該比較像是那種溫泉旅館吧 對 正常的飯店還是 還是會接啦 對啦 但是比較鄉下的地方很少飯店 對 所以如果讀會 然後你們去讀會 一個人的話 就便宜的飯店 或者是那個商務旅館 比較簡單的 那種就比較好玩 好的 好 接下來是韓國 韓國來講 我覺得也算是蠻適合一個人去讀旅館 的國家 但唯一要注意一點就是 在韓國唯一有一個 稍微要避開的地方就是 吃飲食部分 因為韓國有很多餐廳 是不接受一個人用餐 對 所以韓國很多餐食是餐廳在賣 不接受你一個人進來 因為他是基本從兩人份開始起跳 沒錯 他覺得我不是錢的問題 你一個人進來 你點兩人份 真的吃不完是浪費的 其中還有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我接受你一個人 別人是不是會誤會 我賣一人份 所以很多人一個人會跟著進來 為什麼他有一人份 我沒有一人份 所以很多問題 所以很多地方是不願意接受的 在韓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治安 你稍微要注意一點點 我剛剛講是算是蠻安全的 但唯一稍微要注意一點就是 喝酒 韓國人很愛喝酒 跟日本一樣 很愛喝酒 很愛喝酒 但韓國比較沒有所謂的區域 那你唯要注意第一個就是 晚上喝酒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亂象 其中聚集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捷運摩托班車 很多人要趕著摩托班車回家 你會看到很多一些奇奇怪怪 亂象很多很多 對 真的很多 對啊 所以麻煩 你們如果去韓國玩 我都會推薦 像我的朋友 我都會推薦 一定要避開摩托班車 那個像Google mail 或之類的韓國那一包 那些摩托班車時間 避開那一半會比較好 第二個就是離胎院 韓國離胎院是很有名 就是專門是外國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酒吧 對 酒吧非常非常多 那外國人多了相對的 稍微會亂一點點 所以那邊就稍微避開一點 我覺得對你的理由會有很大幫助 如果獨履的話 那姚姚很喜歡一個人去韓國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能一個人去的地方 可能只有日本跟韓國 因為我英文完全不行 所以像那種要講英文的地方 我就完全不去 但是我跟你講 真的像我自己我住的地方 我可能會住在比較 市區 對 經濟實惠 市區一定要 但是你知道 因為太市區觀光客太多的地方 就多 對 超貴 上一次有一次 我住了類似像考試院的地方 就真的是你們在那種 電視上面看那些 在那邊讀書的人 就是超小的一個房間 他就這樣子 對 就是門就在這邊 行李箱剛好卡住耶 然後我就自己用自拍包 在房間裡面自拍 空間就是這樣 結束了 他這一晚多少錢 這一晚多少錢 我跟你講我在那邊住了 大概七個晚上還八個晚上 總共台幣 四千大概五六百而已 哇 好便宜喔 因為就是那個考試員 他是在三樓跟四樓 然後他一樓就是正常的什麼 可能豬肉湯飯店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二樓 是情侶KTV 就等於說我們會共用一個樓梯 然後以為吃就比較晚的時候 我就回去 然後就一個男的這樣 看到我上來 就抓我的手 去唱歌 然後開始跟我講話 要把我叫進去 他以為我是小姐 你知道嗎 他真的以為我是小姐 要把我抓進去 就找妳當情侶去唱歌 對 他可能以為我 是裡面的助唱小姐吧 之類的 他的爺爺喝醉 就要把我抓進去 我就趕快就跟凱文剛才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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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不是 他就在那邊跟我拉扯 你知道嗎 因為他喝醉 他這遊戲都超大的耶 對 然後你知道 因為我嚇歪了 是因為為什麼我們二樓 他不是沙發在這邊 我們再往前 就是我們按密碼 就可以上我們房間了 對 我不敢按你知道嗎 我怕他跟上來 對 我怕他跟上來 對 我怕他跟上來 所以那時候 可能大概十點多 十一點 然後他這樣跟我拉扯 拉扯了一半 妳又走下去了 我又走下去了 對 我就你知道 到家早上六點 因為真的很可怕 不敢回家你知道嗎 他在進房間 會知道你住哪裡 那改很可怕 我家密碼是用按的 不是鑰匙 所以我們是按的 所以我們科技也是累耶 真的很怕 是我按了還發現 這個小牛住在他 可能就堵我 所以雖然便宜 但是附近的那個地方 也是要稍微有一點敏銳度 環境 環境真的要去注意一下 還是很危險 對 所以還是要有同伴 這個時候 要來其實 要晚上女生一個人 好 雪兒 德國 我是覺得德國 其實蠻適合自己一個人去旅遊 因為他就是 在歐洲其中一個 就是自然最好的國家 就是除非你們去大城市 韓寶 柏林 柯龍 就是你們 稍微注意你們的錢包 那其他的我覺得 連我們女生自己一個人晚上 要走路回家 都沒有什麼問題 真的 然後我是覺得很多 我台灣的朋友去德國旅遊 他們其實到了 覺得很很煩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自己開車的時候 你們都以為 你們可以去德國 然後我們的那個高速公路 都是無限限速 對 對 沒錯 但是我們就是 這是男人的夢想 去你們高速公路開車 其實這是一個小段段路而已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歪歪 你們就在這邊駐車 然後是你們覺得 好爽喔 我就可以無限限速從那邊開車 上去就150 阿彌陀佛 然後你們真的在駐車 然後你們就被發錢 然後我們那邊發錢 跟台灣比起來真的是 就是搞很多 這是第一個麻煩 然後如果你們就說好 那我們不要駐車 那我們就坐火車就好了 對 然後你們就很快會發現 你們連去那個 加目標你們就看不懂 每一個 每一個城市 不管去漢堡 去柏林 去慕尼海的系統 都不一樣了 很複雜 對 其實連我小時候 第一次去漢堡 我要付多少錢了 我要去哪裡 我自己都看不懂 對 因為你上次有說過 你連坐車 然後每個地方那個 有時候時間也不一樣 對 時間也不一樣 哇 因為你們有時候也要換車 然後換車 你們錯過這台車 又不能延遲 你們就不能延遲 但是我們的車子 就常向延遲 然後有時候 你們跟你們 我們不能延遲 其實你去德國你知道嗎 他們常常吵架 因為覺得很煩 喔 然後又加上一件事情 去日本 去韓國 去台灣 你們都有網路 你們習慣去哪裡都有網路 德國那麼發達的國家 我們哪裡都沒有網路 蛤 怎麼會 應該有吧 沒有啊 沒有啊 其實漢堡 或是柏林的大火車站 他們就說 我們有網路 那就連看看 要嘛超慢 要嘛連不上 然後你就在那邊說 我說 我現在要去哪裡啊 我又講那個吧 怎麼辦 然後真的很容易吵架 然後我其實我們 連德國人 我們不相信我們網路的系統 因為真的超爛 我們就是把東西引出來 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一個人履行 但是把心理準備好也好 我要做更多功課 我不得不回復一下 我們的德國代表 我跟你們說 你們去不去法國的話 去英國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希臘都比德國有去 你什麼這麼誇張 我沒有 我去... 我去英國就算了 我去英國 我去英國 那德國政府是得罪你的嗎 我說非常完全的 為什麼... 我跟你說 這個文化 你真的要研究 這個...那邊的文化的話 你去奧地利比較有趣 他們的Vienna比較漂亮 他們的德文比較好聽 然後他們的那個... 歌劇院比較有趣 德國什麼都沒有 就是... 不用花錢...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秘魯比較好 搞不好你說的那地方 大家都去過了 人家就想去德國 對啊 來 講幾個德國厲害 請你給他聽 來 隨便講幾個 講不出來嗎 陳寶...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沒有啦 陳寶... 沒有啦 柏林圍牆... 柏林圍牆... 歷史文化 還有... 還有嗎... 我去奧地利比較有... 還有嗎... 柏林圍牆... 沒有啦 陳寶... 其實我是覺得... 我們每一個城市... 天鵝堡啊 他很特別的那個... 而且他有一個地方 很像童話故事裡面 也很漂亮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城市 都很漂亮好不好 而且你們去德國 我們德國人比法國人 還有... 友善 熱情 對 熱情 當然啦 你們沒有什麼東西來要保護 沒有什麼文化要保護 可能你不了解嗎 我們現在是... 沒有啦 你們聊錯主題 聊錯主題 聊錯主題 我現在說 我現在說 我現在跟你們說 千萬不要來法國生發生 我跟你們推薦更多國家 我覺得比較推薦其他的 法國是不是要我們獨履去 不要去 我真的覺得千萬不要去 一個人不要去 那一群人要去 我跟你們說 大家... 就是你們都我在法國的時間 來比較好 很多台灣人來巴黎 因為我們那邊很貴 他們會希望我們會... 就是他們不會在我們的中心 來租房子 他們會去我們 叫做巴黎的小關子 黃關的關 因為他是周圍這邊的 或者是比較... 對他們來說比較便宜的 但是最危險的 他們很... 就是那個... 小偷會特別針對你們 他們很喜歡... 小偷太多了 日本人很喜歡針對 他們會覺得... 可能就是... 因為你們長得比較... 在平均上方面 可能比我們比較矮 比較少一點點 他們會覺得你們很好欺負 身上的錢很好 然後... 我們在攻擊你們的話 你們不會反應什麼的 你們不會... 就是報警什麼的 他們很喜歡欺負你們 像我小時候有一個... 來自日本的... 鋼琴老師 他在莫瑪特那邊 因為很多人想去那個... 莫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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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不知道的是 那邊有... 晚上一定不要去啊 因為... 也是一個有很多... 性商店的地方 然後他旁邊... 有... 這邊是... 可以買大麻的地方 然後... 有很多人在... 就是做那種販賣活動啊 或者是... 那邊... 每天的... 就是... 案件非常的多 然後那個... 鋼琴老師在那邊... 晚上的時候有被亂摸 然後... 但沒有很多... 就是... 但是那種... 晚上喝醉... 然後醉走路... 就是會帶上人家的那種... 最危險的是... 上面... 但是全國... 每天的... 案子... 案件... 最多的地方... 有437... 犯罪發生率最多 每天... 每天437... 我們台灣就... 一起一次嗎 對吧 就是這樣... 每天437... 所以一個小時... 超過10個案件 而且是有報案的 對啊 非常多的 還有一些黑數的 很多的... 因為我叔叔... 但是在那邊... 當醫生...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跟我說... 我們要打扮成... 像... 乞丐那種... 什麼都不戴... 什麼都不戴... 真的... 那我們不能穿這樣去 真的... 而且我戴這個... 大珍珠的環... 不行啦... 沒有... 那個手錶... 這手錶也不行... 真的不見了... 這腰帶有點亮也不行... 不要... 你們這邊完全不要... 但如果你們... 穿... 很適合... 就是很適合... 怎麼那麼適合... 也很性感... 就是不要手錶... 或者是手機... 然後我們停車... 我們以為我們裝置... 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車裡面的... 那個收音台... 收音機... 有配偷走... 把我們的玻璃... 撥壞... 然後把我們的收音機拿走... 只不過要進地鐵站... 我把手機... 放在我的牛仔褲... 後面的口袋裡面... 就這麼不到兩秒... 不到兩秒... 我就感覺抽走了... 我馬上轉頭過去說... 不要跑... 然後... 他跑超快... 我也跑很快... 但我追到上面之後... 我就... 太喘了... 他跑很快... 然後我後來很慘喔... 因為我隔天還要坐飛機去... 別的國家... 資料都在裡面... 全部飛機票都在裡面... 而且我報警... 而且我當下去... 在Apple店用網路... 翻賣Phone嘛... 找手機... 我手機已經在舊金山了... 蛤耶... 你剛剛說... 為什麼... 我的耳機也是... 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才到... 聽住了... 說我的耳機怎麼... 不在我身上了... 怎麼會到那麼... 原廠摩洛克... 所以你耳機都會被偷... 所以去法國的話... 讀旅的話... 這兩條好好... 做好心理準備... 之前法國Emma也有說... 她就是... 她是去巴黎... 都被法國人欺負了... 就是自己人去... 也會被欺負... 大家現在要... 就是... 調整一下那個口音... 對... 對... 我們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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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點可以嗎 我說我們穿破... 就有一點可以嗎 我就一個禮拜而已... 還要調整口音 她當然會看我們的外表... 可是我們一看就是... 亞洲人... 你的手機真的不要... 放在這種口袋裡 因為像我們... 就是去地鐵站的時候... 進站的時候... 如果沒有買票的話... 他們會問你能不能... 跟你貼... 然後就是偷偷進去... 他們會很容易... 把你的東西偷走... 你這樣我還... 誰在想去德國... 路卡斯... 路卡斯... 我要幫法國講話... 我知道... 我不敢相信... 我覺得觀眾朋友... 想去法國... 你幫法國講話... 因為很多人搞不好... 想去法國讀... 就是我... 因為我今年... 還有我去巴黎... 還有其他城市... 我覺得跟大家講的... 完全不一樣... 然後像在日本一樣... 就覺得... 很... 非常的... 就是... 因為他回來的時候... 有跟我分享... 他說他們都很有禮貌... 而且他們都很願意跟我講英文...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怎麼跟大家講的不一樣...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 很兇... 很兇... 會罩人的感覺... 對... 比較可怕的那種... 對... 是法國人會怕... 會怕... 這樣子的... 就長比較兇的人嘛... 在平均的方面上來講... 我們有... 會遇到問題的... 長相比較... 就是中國... 我跟你說... 連歐巴桑都來跟我... 就是... 問我事情... 他說... 他來跟我... 這個巴士在這裡... 我說他不會發問... 然後這樣... 就... 就沒有啊... 大家都把我當當敵人... 我覺得... 因為你們... 不會啦... 我們不喜歡的是美國人... 不是你們... 你們都聽美國人在抱怨... 你們會覺得我們也不喜歡你們... 我們都會準對美國人... 真的... 所以如果要去法國... 讀語的朋友... 或者說德國人... 讀過美國... 才會其實... 所以就不要說英文跟德文的意思... 好... 就算不會講... 你要去學點口音... 好... 我就要跟人講到終點了... 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就是... 所以亞洲人... 那麼容易被欺負... 因為在那邊的亞洲人... 跟你們... 差太多耶... 然後眼神... 不要一直充滿好奇... 他就真的好奇啊... 那這兩邊啊... 為什麼... 就來玩呢... 刷狠... 什麼都在拍... 什麼都在拍... 很方便... 就跟... 像我們的公共交通運輸啊... 就跟台灣一樣方便... 我們地鐵啊... 火車啊... 巴士啊... 然後我們有像... U-Bike的東西... 而且我們有像... U-B-A-B-B交車... 也有其他的系統...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要到處走的話...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 我們像賣票系統啊... 我們機器都會有... 然後... 通常都是... 會有十七種以上... 十七種... 對... 然後就一定有中文... 西班牙... 所以就是... 大家來就不用擔心說... 買票看不懂... 因為我們可以換... 對... 所以很方便... 然後... 我覺得要小心的話... 可能就是... 晚上的時候啦... 尤其是女生的話... 因為... 當然我們治安... 也沒有說好到哪裡去... 然後... 像... 這些... 我可以... 老師... 就是找威力... 就是找威力... 威力... 威力... 就晚上到時候... 喔... 我們... 夏天晚上可能... 9點10點才天黑... 所以有很多時間可以... 對... 但是真的天黑的話... 我覺得安全的話... 像你在就是... 可能靠近... 人能鐵條啊... 這邊走都不錯啊... 或者Shar啊... 或者是... 然後其實... 如果你很想去公園... 我是建議晚上... 既然不要去公園... 很危險... 像這些公園... 很多怪怪的人都會在裡面... 對... 而且我們公園都... 巨大耶... 像High Park... 真的很巨大... 然後我覺得... High Park... 其實算比較安全... 因為很多人去那邊... 但像這些小的... 我都會建議不要... 因為... 就常常發生... 就可能女生... 可能就是... 可能不想繞一圈... 直接超過... 就給人家常接納... 對... 謀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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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靜的口吻... 講這兩個字啊... 好冷靜的口吻... 講這兩個字啊... 而且... 像美國是... 槍... 槍擊案多嘛... 我們英國是... 刀子... 那很痛耶... 我們英國... 不是很痛耶... 都很痛耶... 都很痛耶... 我們想拿刀頭... 我跟你講... 因為你... 你竟然都要走的話... 想要我一槍... 你走... 我們沒有槍... 這是很多刀... 而且... 常常走在人的路上... 會看到就是... 地上可能就是... 那邊放一個人的照片... 那都是被人家刺死的... 啊... 很多那種... 16歲都會刺死... 所以去法國... 要當你小偷要去那邊... 要帶刀啊... 你知道... 以前我們人都會看到... 這種很長的工程... 對... 後面最危險... 我後面就有朋友... 被就是... 就是性騷擾啊... 被人家拿著刀... 刺在後面說... 你給我的錢包... 因為... 後面離司機太遠... 他們沒辦法管到後面... 所以... 尽量坐司機附近... 越靠近司機... 越安全... 而且... 非常危險... 喝醉的應該... 也會上去亂鬧吧... 對... 不過好險這個... 已經快廢了... 沒有了... 所以大家看到... 是這種... 對... 二樓安全嗎... 二樓白間很不錯... 但晚上我也建議... 不要坐二樓... 我就建議坐在這邊... 要看夜景就要坐二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後面啊... 如果是晚上很久時間... 小心不要坐靠近門這邊... 為什麼... 因為有好幾次... 我突然看到那個... 門一開人家一站就... 噴... 對... 然後看人家被噴得很慘... 所以我每次都是... 對... 那個門很遠... 因為英文他還要喝酒了... 然後沒有控制... 好的... 所以做這要注意... 好... 那到了澳洲呢... 澳洲應該非常適合... 讀語嗎... 非常適合自己一個人來旅遊... 但是要看你去哪裡... 如果你去大城市的話... 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大城市... 代表很多不一樣... 來國家的人... 比如說我們有日本人... 巴西人... 巴國的小偷... 什麼都有... 你真的... 够頭... 你算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講得比較流利... 如果你遭遇到什麼... 不好的情況的話... 但是... 你離開大城市的話 情況變得複雜一點 你真的要小心一下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來旅遊 你想離開大城市去鄉下的話 第一要小心的就是我們的蜘蛛 還有蛇 他們的毒性是非常濃的 但是雖然被咬然後死掉的人比較少一點 但是還可以實現 所以如果被蜘蛛咬到 我們沒有夥伴 其實也是會死掉的 對 沒錯 對啊 對啊 我就下半身不能走 另一個要小心的事 是如果你在鄉下的話 你的手機應該用不了 訊號也很長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到每個地方都要知道說 我們在玩的這個地方 最近的醫療中心在哪裡 可能要做一點功課 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沒錯 而且我們的小城市裡 在鄉下的小城市裡的加油站不是24個小時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開車 你最好安排一下多一點水 還有也可以安排一下汽油在你車上 所以我突然沒有油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沒有油 沒加油站還有別的車子 可以跟他借一點油 但那邊應該是遇不到別的車子了 對 人都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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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澳洲在地球上的位置算是比較危險 就是因為在天空上有一個做一個洞 所以我的陽光可以算是比較危險 我們可以變成皮膚癌 所以旅遊的話 你沒什麼朋友幫你擦防曬 背後 你會看山 海邊是不是 不是受傷看 所以要防曬 所以比較明顯看得到誰是自己一個人的油 就是因為他們的背很紅 對 他們前面都沒什麼事 獨履的人都是背虎的 對啊 我建議你們 你們如果你想去鄉下 你最好去警察所跟他們分享你們的路線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手機沒有網路或是你沒有汽油 你家人都找不到你 而且去年的時候 兩個德國背包客 發生了這件事 迷路嗎還是 他們迷路了 他們去鄉下 他們就是衝動看Google Maps 但是結果Google Maps帶他們去錯的路 結果他們的車子進去睡 他們沒辦法離開 他們好像在森林快到一個禮拜吧 哇 好像很 生命危險的 很可怕 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好上個月 其實前兩個禮拜 還要從澳洲回來 那澳洲我去第二次 之前去墨爾本 這次就去雪梨 那我自己覺得澳洲是非常適合獨履 但就像教學講 就拿大城市來講 因為大城市 通常我們很在意就是吃 尤其我其實這趟是從南美洲過去 然後南美洲很平級 沒什麼好吃的 一到澳洲 我覺得就是美食 我覺得美食天堂 因為它有日式有 因為它是一個移民城 移民國家 所以台式就是 多元 對 而且它的那個 像China Town的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要吃 台式 中式 港式都非常的友善 但我覺得真的要注意 就是因為澳洲真的太大了 所以城市跟城市之間 有時候距離真的太長了 那甚至像澳洲有個狀況就是 他們現在袋鼠比人還多 對 像George應該知道 所以 對 如果晚上開車 對 晚上開車會撞到袋鼠 這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因為他們澳洲人好像大概三千多萬人 但是袋鼠 對 所以你開車除了注意油不夠之外 你晚上開 因為他們那種路真的是太太距離太遠了 所以你不可能每個地方都照得很明亮 很容易很暗 然後你而且 因為路都太大條太久 所以你很容易開開會慌生 對 所以其實發生很多遊客 在那邊開車是撞到袋鼠或什麼的 那撞到袋鼠其實當下其實撞就撞 可是很多人會撞到又慌 然後導致你開車會沒有那麼穩定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那邊獨立要注意 所以獨立的話 最好都先去大城市 對 大城市 比較簡單 比較第一次就去P&N的地方 那種比較簡單 先認識那個地方 再慢慢往外 沒錯 沒錯 那如果因為像我們出去玩 總是要留下一點回憶 那拍照怎麼辦 拍照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有亞洲人就走亞洲人 最好是亞洲女生 通常比較會拍 那可是 你創意 內行的 不要搞 咬咬咬咬 而且要找會打扮 這個是真的 因為歐美人其實不像我們那麼會拍照 結果我們走很多國家之後發現 其實歐美人有時候拍照 就是他們來過拍一下就走 可是亞洲人不一樣 都會在一個景點裡面 拍三十張裡面 終於有一張他覺得OK了 他這個拍照 設計才結束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真的找不到亞洲人的話 會建議找 情侶 歐美的那種情侶 因為情侶通常 他可能有要幫女朋友拍照的需求 有一點比較好一點 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的時候我們在遇過 就是在歐洲曾經發生過 就是你請他拍照 他拿你箱就立刻跑走 對的狀況 所以你找家庭 或是找情侶 會比較覺得 他們很明顯就是可能來遊玩 或來觀光 比較 因為如果要跑 就是要一整個家庭跑 那個機率可能比較低一點 對 我的經驗是這樣 爸爸為了相機不要加人 你真的獨履到能力 接下來巴西適合獨履嗎 巴西 你摸著良心喔 我本來 你摸著良心 你摸著良心 大神是可以的 我很想去不敢 我本來很想要樂廣 可是你想一想 我這邊是唯一不是發達的國家 他們每一個都有講自己的國家 不適合 那我這樣怎麼講都很像在湖南一樣 但是的確 如果是要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不太適合去巴西 因為像剛剛瑤瑤講的 你們就是很習慣去日本跟韓國 就是唯一兩個說很適合去 而且她還遇到很恐怖的東西 然後呢 這位法國她那邊說了什麼 就是會有效鬥啊什麼什麼的 就我會覺得巴西真的對台灣來說 就是有困難 就是台灣人太習慣 就是走路一邊看手機一邊走路 然後就是真的好像在自己的世界 其實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可能去法國啊你去英國啊 你那裡都還是需要這種防備心的 對 所以我覺得去巴西的話就是要有這種防備心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變成台灣人嘛 然後我是在巴西也是都會小心 然後我顯然就是在台灣都沒有在乎 但是像我這次去法國我就發現 就是有地方不敢去就不要去 像是我是超多人那邊還可以 然後立月我們影響中就是立月很恐怖 因為我們看電影啊就是那種 可是我去立月租大概三個月 我在那邊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然後我是覺得好像我在一部電影裡面 因為我去的地方啊我住的地方 所有都是就是很美 然後因為它也是給觀光客的地方 所以就會很安全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還是想要說 巴西還是可以自己去 我有兩個台灣朋友有自己去巴西 也沒遇到什麼困難 對 有些國家不適合去秘境 就不要去奇怪的地方就好 因為那邊比方說立月也有拼命窟嘛 就是就是 對啊都會有 因為我們國家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就是真的 就是就是有很窮的人 那那些要搶你的人 他們真的是可能沒得吃 所以他們才要搶你 所以你不要去那種地方就好 避開那些地方 就避開危險 我剛從立月回來 所以你剛才說沒有食物可以吃的 就是巴西嗎 如果要跟澳洲有這麼多樣食物比起 我們那邊也這麼多有 巴西的烤肉不錯 巴西烤肉不錯 很有名欸 因為我在里約待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在去里約之前 先去旁邊的像秘魯啊 智利啊 然後每個天我要去里約 甚至我在智利遇到一個里約人 他都跟我說 那你要小心 就是剛剛講手機 因為大家都強調手機 絕對不能在路上走 對啊 然後他也跟我說 就是你出門盡量就不要帶錢了 就帶信用卡 因為巴西刷卡非常方便 然後但是他說 你還是要帶錢在身上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他今天真的搶你了 你沒有錢 過路費 他可能會激怒他 就他不會搶到你了 你沒有錢 他可能就那一槍本來沒有想開 就真的要開了 哇 好可怕 這樣講的 就不開心 所以他發現你過路費在手機身上 就是可能放個10美金 20美金 真的要搶他 他就是還是有得搶就對了 對 不要讓他空手而歸 對 然後像里約有個狀況就是 里約的 里約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大城市 然後那時候我去住的時候 就問那個 在其他地方說 那里約可以住哪裡比較安全 因為都是有比較安全的地方 像日本韓國都有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里約假設這麼大 他要畫很多嘛 然後大家就說 那就大概這一小塊 可以 大概就這一區可以住比較安全 然後說 里約這麼大 然後整住這裡 他說對 你就只能住這麼一小塊 觀光客的地方 會比較安全 然後還有一個特色是 他的平民窟離城市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這趟 其實是有去平民窟的 對 但其實平民窟的話 你真的不要自己走進去 因為平民窟 其實大家可以看這照片 他其實是平民窟的入口 就是你其實不會很容易 你輕易發現他是平民窟 感覺不出來 看不出來 這個是你拍的照片 對 我拍的照片 但可以隨便拍嗎 會有危險嗎 我必須講說 就是你會很容易 必然走進去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參加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發現 觀光客對平民窟 其實對里約的平民窟 是有好奇心的 所以你上網其實找得到 可以找到當地人 帶你走進去 他說拍的時候才能拍 這很重要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下面 講解的時候 他就講說 其實平民窟 沒有大家想那麼可怕 然後其實什麼 他就講了很多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好像就還好 結果我們一進到平民窟裡面 我看到的畫面就是 看到兩個 真的很像電影 就像盧卡講的 像電影 就是看到兩個人 在那邊 用那個白色透明的密封袋 在裝白色的粉末 我只能敘述我看到的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因為我不能去藏嘛 同時旁邊有一個人 坐著拿著步槍 接下來之後 我們在平民窟 大概一個圖 大概兩三個小時 然後每次 這麼久啊 對 然後差不多的時候 每次走一走 他都說可以拍沒關係 然後通常說 那等一下就不要拍 然後一開始我們還說 為什麼等一下不能拍 他講完這句話 大概一兩分鐘之後 你就會再看到一個人 拿著槍 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一個廣場 這廣場很有名 因為他那時候 麥可傑克森在 拍MV 對 他當年去這個平民窟拍MV 然後 所以在那個平民窟 非常有名 因為他當時想要 就是有一種反戰反動 說這世界怎麼平富不均啊 什麼到處打仗 所以他故意去平民窟拍 所以變成那個平民窟 在當地其實是 非常的有名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很困難 然後有些麥可傑克森的粉絲會去朝聖 但他說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危險 一定要有人帶進來 而且他其實平民窟到我的飯店 我後來發現 走路只要十五分鐘就到了 這麼近 所以他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很 走進去那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就會遇到一些狀況 嗯 然後我覺得其實 常常一個人旅行 會不會常常會覺得 到這邊會有一些小驚喜 是大家一起出去 不會發現的呢 對 希田 好 人超級多的 迪斯尼 東京迪斯尼 那那個一個人可以排 那個當然同道 那那個幾乎都不用排隊 就可以玩 怎麼這麼好 一個人的話 然後迪斯尼Sea的話 有一個規定 就是Single Rider 就一個規定 就是三個人 五個人 七個人的客人 那有一個位置會控制 那個時候 讓那個一個人的客人 一起上進去 就變 變四個 六個 八個 這樣就不用排隊的 那然後呢 一個人 外國人 一個人去日本 然後去 夜店 有可能就 會有那個 免費的 酒 一杯酒 那為什麼呢 是像我那個 美女的朋友 每次去夜店 看到就一個人的外國人 就送他一杯酒 他有很好笑 對對對 今天剛剛講的那個Single Rider 那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超棒的 因為那個Universal 那個環球也可以用 因為我去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不敢用那種 比較可怕的那種遊戲 然後就自己去的時候 真的完全大部分都不用排隊 而且那條通道都超少人 對 就幾乎都不用排隊 對 超少 所以我有一次就連續去上屋吃 對啊 韓國也有這個 真的 玩到夠本 沒想到 因為真的 派對大部分都拍很久 對 所以有時候自己 比方說我們三個人一起去 可是我們還是分開 假裝不認識 假裝不認識 這樣也比較好 真的 確定是好的聰明 聰明 聰明 對對對 好 那到韓國 獨立有什麼小驚喜 在韓國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但這個是 限定於女生而已 什麼 那就是韓國很多夜店非常非常多 也很有名 像宏大也好 江南也好很多夜店 那這些夜店 你都會經過的時候 你會發現前面都會站著一個公關 他不是站在門口 而是他就站在外面 到處跟你聊天 我們語言不通 又可能不懂他講什麼 其實他是在看長得比較漂亮的女生 然後去拉你進去 所以他請你進去是免門票的 同時他會幫你介紹別的朋友 包廂或這些別的朋友 在幫你一起認識朋友 一起去玩 所以你的酒水誰會付錢 朋友其他人 所以這是限定於女生 在韓國有這樣子被邀請過嗎 你有經驗嗎 就是 因為我本身不怎麼去夜店 但是的確我發現 女生一個人很容易被搭訕 有一次你知道嗎 我竟然是在汗珍墓喔 我在汗珍墓 我想說就已經很晚了 汗珍墓都很狼狽耶 超狼狽的 就頭髮洗完 然後因為你知道洗完 超素顏 那個吹風機要投錢沒有錢嘛 所以就OK 就沒有吹了 然後就洗完 然後整個大素顏 我連放大片都拿掉 這不得性 然後就下去 去下面一開始就是吃東西 然後幹嘛在那邊晃來晃去 這時候就感覺有個 自熱的目光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 有... 你就一個人都被擋 你被冰上了 大概過了Merry可能十幾分鐘吧 她也提起勇氣了 她就來跟我搭訕你知道嗎 一個男的 來跟我搭訕 因為我下一次就覺得說 這人感覺還蠻年輕的 所以我就直接跟她講說 我不是韓國人 但明明其實我韓文跟她溝通 是沒問題的 講說先這樣講看 可以把她打退她這樣子 果然就講了一下之後分開了 分開了之後呢 那個看珍墓就這個一圈嘛 所以你又遇到了 她又來跟我講話囉 我想說OK 好 我就直接問她 我就問她說你幾歲 她跟我講說 她是2000年生的25歲 我立刻跟她講 我39歲 馬上波拉人水 波拉人水啊 她滿月你剛好 她滿月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差到14歲 有沒有搞錯 我是有點嚇到 但因為她就覺得說 看不出來還是怎樣的 結果我們隔天就一起去吃飯 哇 真的 所以這真的是我覺得自己獨履會遇到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所以大家有沒有什麼印象 神哥是你自己覺得獨履真的很酷 有啊 我是覺得我們這集就是常常討論什麼什麼安全 安全的問題或是方便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 其實我我是去去過越南上班一段時間的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就是我 審病要怎麼辦 就是剛開始是從 就是洗頭開始 我那時候在洗洗澡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個禮拜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突然我的我的頭髮是瘋狂就是掉了 就是掉到一半了 就是你看到你看到上面就 啊 頭部都看到了 對 頭部都看到了 我就說 我要吃飯 我是真的去吃藥 然後買很貴的就是保護頭皮的一些產品 什麼都沒用 然後後來我就是開始用就是 保特瓶水 然後洗頭 然後洗了兩天 我的問題全部都不見了 用換成水洗頭 對 所以當地的水 對 當地的水 對 完全 完全不過敏 好 然後我就很開心了 就是頭髮的問題解決了 然後我就跟越南朋友出去玩 然後後來他也是用我的摩托車載我 然後我本來要右轉 然後他後來就是跌倒 我們就淚慘 哇 又要去醫院了 其實我本來要去醫院 但是我去一個幼區 因為我的傷口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傷口 然後傷口是變這樣子 你這個大摔車 我以為 因為在台灣我累慘 你就把它自己好 就不要幫起來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 就是坐飛機回去東國 然後突然看到這個傷口 因為我就把它 沒有把它抱起來 然後突然我看到一個東西 在那邊動 太恐怖了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坐飛機大 精神崩潰 然後在東國我去看醫生 然後他跟我說他罵我神經病 跟我講他這個有可能會 然後你就完蛋了 要把整個錯都看掉了 你開心嗎 還是要一個小小的疤痕 你現在看不出來 是原的很好耶 那時候他那時候年輕 真的 真的 有一點 有一點 突突的 突出來 真的 有啦 今天看他自己整條 皮膚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好險 你現在好好的 難忘 對啊 西田 對 我年紀學生的時代 就一個人去印度 然後思考人生是很流行 有的一陣子超流行的 對 很流行的是 就打扮就很弱的樣子 穿便宜的衣服 這樣不太像觀光客嘛 所以我很小心 所以我沒什麼很大的 就沒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後來聽到 日本女生一個人去印度 然後就跟印度 交朋友之後 一起去吃飯 喝酒什麼的 那後來被殺 那我真的後來知道 那個人是我認識的同事 我真的全力真的很小 你說被殺的人是 被殺的 認識的同事 對 所以還是不要太相信 當地的人的話 那我很想進去恒河裡面 但是其實水是不乾淨的 那我那時候 我的那個腿上有傷口的 但是我不小心碰到那個水 就發炎 那我回國的時候 這個是很可能那個時候的我 喔 這好不像你喔 對啊 所以你看你看 很像一個小男生還是什麼 我看一下這個 所以你說那個水進去 你的傷口之後 你變得比較漂亮 啊 對對對 你先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這個照片 因為回日本 回日本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到機場接我嘛 我看到他們曬掉 變黑 變瘦 像男孩子 像男孩子 他們很熟 而且也沒有化妝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 我變得蠻強的 而且充電就好好充電 好好思考 那你有找到自己嗎 有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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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了解自己的內心 所以我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個地方 說他們不安全 我覺得其實是每個地方的規則 你只要遵守 對 文化 對 就可以適合獨履喔 獨履真的是 而且不管你是幾歲 有時候去獨履 真的是可以找到自己 而且就是休息 讓自己的那個心靈可以平靜 而且想幹嘛就幹嘛 對 最快樂 真的 好 OK 接下來我們謝謝 謝謝 小博之后請問 歡迎下次見 掰掰 謝謝 嗨 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